而由花蓮县老人及家庭关怀协会等单位联合主办 2023爱宁依旧陪伴生命关怀弱势老人原油会 将会在这个月27号的上午在花莲市市民广场举行 而不过受到了疫情影响停办三年的原油会 当天不但会有以老人为主题的摊犯 前200名的长者还能够免费获得百元原油圈一张 2023爱宁依旧陪伴生命关怀弱势老人原油会 将于这个月27日上午在花莲市市民广场举行 花莲县老人及家庭关怀协会表示 受疫情影响停办三年的原油会 为响应敬劳美德活动当天凡设计本县年满65岁以上老大人 前200名到场就可获得免费原油券 希望号召花莲乡亲一起到现场做公益 长久以来每一年我们都主动参与这个公益原油会 希望借此来呼吁社会各界发挥我们爱老的精神 能够来透过我们社会的一个力量 来照顾我们的独居老人跟我们的弱势家庭 让我们这个爱老的精神能够发挥得更好 从94年起老家协会就办守护老大人的一个爱心的原油会 我想这样的原油会最重要是希望说特别是我们照顾的这些弱势长者 这些弱势的家庭透过这样的原油会能够走出来 我想这一场原油会特别是为我们老大人所设计的 那我想包括很多的爱心摊位 包括一些福利宣导的部分 还有这个医疗健檢的部分 特别是当天前200名到现场的长者 我们免费提供这个爱心原油卷 那另外这个我们也会邀请我们弱势的这些长者 大概200多个个案 还有我们社区的长者 所以我想当天是一个属于我们老大人的一个爱心的一个原油会 执行长蔡志纯表示 原油会今年迈入第16届 自100年起与台银人寿华联服务中心共同举办 则迈入第10年 每张面额100元原油卷除了当天使用 还有其他如饮料等店家优惠可惠后使用 延续助老活动 只拍自由活动 让更多人伸出援手 帮助华联贫病苦弱的长辈和家庭 接着长邦彦华联士报导